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爬着去喝茶 忽然门外进来了几个人 领头的一个老妈妈看见她爬桌子喝水的样子 好像被雷劈了得震惊状 似乎深受打击 当场就把院子里的丫鬟婆子发落了一顿 对着自己好一顿劝慰安抚 当时姚依依刚来到这个世界没两天 没完全进入状态 来到一个新世界后 应该出现的父亲母亲奶妈或贴身丫鬟 她一概没有 每天只有走马灯一般 进进出出的许多人 她连面孔都还没认全 于是她只能目头目脑地听着看着 没有任何反应 那老妈妈叹了口气 说了几声 可怜 就走了 姚依依后知后觉地发现 自己被同情了 其实她很想说 没有人在房里 她更自在 作为一个冒牌货 要她惊魂未定的情况下 镇顶装样子 这个 比较难 她一个人在屋里 想伸腿就伸腿 想趴青蛙就趴青蛙 反倒有利于穿越后 初期前续恢复 那天老妈妈走后 那些妖女婆子 立刻改善了服务 在桌子上 放着些点心吃食 茶壶内蓄着茶水 昨天还放了一盆 新鲜沾水的葡萄 更为贴心的是 她们按照姚依依的身高体型 放了几把高低不一的 凳子蹲子 刚好形成阶梯状 好方便她爬上爬下 然后 她们又出去玩了 姚依依十分感动 屋外的院子里 传来阵阵收话声 姚依依不用竖起耳朵 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最近这段日子 圣府里风起云涌 这个冷清小院里的丫鬟们 抖擞精神 将八卦事业 开展得如火如荼 今儿早上 我听老爷跟前的来福说 前儿个上头的名指下来 咱们老爷这回 生了个枝粥 月底 便要去登州复任了 这几天 林姨娘那里忙得乱哄哄的 急着要把些铺子折线 到时 好一拼带走呢 丫婉A说 我的乖乖 你们说这些年来 林姨娘到底有多少家底啊 我瞧着她素日比太太还阔气 都说她是大家小姐出身 也是仰慕我家老爷 才委屈自个儿 做了小的 看来 此话不假 丫婉B很兴奋地说 呸 你听那棋子捧红彩地的胡扯 我娘早对我说了 那林姨娘不过是个破落官换家的孤女罢了 当初刚来咱们圣府的时候 身边只带着一个小丫头和一个老妈子 香龙包袱夹起来 统共也不过五六个 身上掺的还没福里一二等的丫头好 哪来什么家底 丫婉C有些气愤 呀 那林姨娘现如今可阔气了 老爷这么偏爱她 难怪太太总也不顺气 连带着风格和莫姑娘 老爷都有些偏爱的 这林姨娘真有能耐 丫婉D与她羡慕 丫婉一接上 那是自然 不然怎么哄得老爷这么喜欢她 连太太的脸面和府里的规矩都不顾了 老太太心里虽不高兴 却也懒得管 她肚子又真气 儿女双全 自然腰杆子硬 哎 眼瞧着 咱们这院子是不行了 魏姨娘在时还好 老爷还时常来 这会儿 魏姨娘一去 历时便冷冷清清的 也不知我们姐妹几个会到哪里安置 要是能娶林姨娘那头就好了 都说那儿的姐姐吃的穿的 还有月钱都比旁处要好 小蹄子 你想的美 我告诉你 林姨娘可不是个好相遇的主 姚依依听出又是丫婉C的声音 她冷笑着说了 哼 当初她刚进门时还好 但生下风格后 便不着痕迹地 把几个有资历的丫鬟婆子 都慢慢地扁了出去 我娘 还有赖大娘 还有脆喜的姐姐和老娘 你倒是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这些人当初见过她 落魄寒三样的 呀 姐姐说的是真的吗 这林姨娘这般厉害 想要调职的丫鬟一 还是吃惊 我要是瞎说 叫我烂蛇根 丫鬟C恨恨地说 现今倒好 有身份的妈妈不会说 会说的都扁出府了 府里竟没有人说她的过去 只有那些个得了她好处的黑心鬼 四处说她的好话 什么琴棋书画无一不通 什么诗词歌赋样样皆经 心地厚到了 变性成厚了 我呸 真正厚到成厚的那个 刚刚死了 就是我们鼎鼎老师的魏姨娘 崔姐姐 你小声点 被听见 你可落不着好 妖怪F小心地提醒 哼 我怕什么 我是早配了人的 且我娘是老太太跟前的 早就出了福在庄子里的 前日里我老子娘 也向老太太讨了恩典 这次老爷升迁去登州 我就不跟着去了 在庄子里帮着做些活 到时候 就再也不用见这些糟心事了 原来丫鬟C已经找到好退路了 难怪这么不忌惮 姚依依想着 要不是这次魏姨娘的事 谁知道林姨娘的心这么狠 瞧她说话那么斯文有理 待人又和气 谁想得到呀 我们魏姨娘刚死 她就把第二姐姐几个都给撵走了 连我们姑娘的妈妈都一并给浅了 只留下咱们这几个 什么也不懂的三等丫头 丫鬟A越说越低声 他们几个是魏姨娘最得力的 素日也与魏姨娘极要好 自是要撵走的 不然到时候老爷问起来 查出个什么端米 可怎么办 丫鬟C说 什么端米 你有下车什么 丫鬟C沉身说 哼 我们虽是三等丫鬟 但也不是瞎子 那日魏姨娘临盆的时候 明明银食一克就叫疼了 蝶儿姐姐急着去林姨娘那里 求给叫个吻婆 可那吻婆为什么拖到快四十才来 家中的婆子里也有不少懂街声的 怎么偏那么巧 那几天都放了假 待到魏姨娘熬不住的时候 蝶儿姐姐急着要进步要开水 怎么咱们几个不是被换去叫人 就是被拆遣着跑腿了 要紧的时候 院子里竟没一个人好使唤 要知道 老爷和太太是早几日就出了门的 西院的老太太是不管事的 院里的一干大小事情 都是林姨娘说了算 你说有什么断铭 老天有言 老爷突然有公事 早了几日回府 刚刚看见魏姨娘 咽下最后一口气 问了蝶儿姐姐几句 历时发了火 要是再晚几日回 怕是早被林姨娘收拾得干干净净 什么也查不出来了 此话说完 院子里一片安静 只有几声长长的接探 姚依依同学轻轻吐了口气 换了个姿势 等着听下半场 过了一会儿 有一个丫鬟说 可这十几日 我也没瞧见老爷发作 只不过住到书房里去了 林姨娘也还是好端端的 老爷心中林姨娘似是比魏姨娘重的 丫鬟C短短冷笑几声 不再说话 要我说啊 林姨娘也是 何必跟魏姨娘争呢 魏姨娘如何比得上她 就像平姨娘和香姨娘那样 不搭理就是了 丫鬟D叹着气说 这你就不知道了 平姨娘和香姨娘 如何比得过我们魏姨娘 魏姨娘虽不懂什么诗呀画呀 但也不是什么 D三下四的丫头 是站站紧紧抬进门来的 更何况 我们魏姨娘生得极好 又年轻体贴 自打进门后 老爷也多有宠爱 原也生了个姑娘 要是再生个哥儿 也不见得比连姨娘差 可惜了 丫鬟F一副过来人的口气 说的就是 听说那是个急俊的哥儿 眉眼生得跟老爷一模一样 真是可怜 竟深深闷死在娘胎里 唉 上天害理呀 丫鬟B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 就算事情查出来了 又怎样 老爷奶不沉 会让林姨娘 顶命不沉 看在风格 和莫姑娘的面子上 也不能怎么样 不过拿几个下人出气罢了 院子里 又是一阵安静 姚依依点头 这个丫头很有眼色 一语中定 姐姐 还是你命好 老子娘和几个兄弟都有本事 回头你出了福 自是有福可想的 就是不知道 我们这干姐妹到哪里去了 眼看着 这个小院子是要散了 也不知道我们姑娘会到哪里去 丫鬟一 时刻牢记就业问题 想什么福 不过是换个地方做活罢了 不过离得爹娘兄弟尽些 能想点天伦之乐就是了 你们也别着急 都是三等丫头 林姨娘再牵怒 也算不到我们头上来 到时候换个主子伺候而已 丫鬟C不无得意地说 换个主子 也不知有没有为姨娘这么好说话的 她是个厚道人 从没对我们红过脸 那年我妹子病了 她还赏了我几两银子呢 丫鬟A说 老实是老实 可也太懦弱了些 我们这屋里是没理的 旁人爱来就来 院里的婆子媳妇 也敢暗地里算计一鸟 她一味地忍让 也没落着好 除了第二姐姐 谁又敢为她出头抱不平 谁又念着她的好了 我说做主子的呀 就该有些主子的款来 想要事事做好 不过是不变是非罢了 妖魂B说 这些话题太沉重了 很快妖魂们就把关注点 转向C姑娘的终身大事问题 一时间院子里又轻快起来 姚依依同学 仰面躺在床榻上 看着雕花架上的青罗杖发呆 这种没头没尾的聊天 她已经听了十几天了 目前她这个身体 是圣府的六小姐 方明叫做圣明兰 一个没了依靠的树出小姐 如今又似乎有些烧坏了脑子 呆呆傻傻的不会说话 下人们自然全部放在眼里 加上这段日子 圣府里鸡飞狗跳的 不是忙着搬家 就是忙着收拾银钱 一些老妈妈和管事媳妇 都忙得脚不沾地 就没人看管这帮小丫头了 而她们大多是家生子 年纪不大 家长里短却最清楚 这些三等丫鬟本就规矩不严 闲磕牙齿也从不避讳 这倒便宜了姚依依 这十几天宛如听连续剧版 把这圣府里的鸡毛蒜皮听足了两耳朵 把酒肠离别 只意愿要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